大家好,今天在Y 上拍片 其实想讲一下新手买单车的问题 众所周知,其实新手买单车 都是充满全部困难和挑战 无论是我听回来 或者是我帮人买都好 都是充满全部困难 我又有个故事 都是很多年之前 我都是听回来的 有个人去店铺买公路车 那个人很明显是一个新手 你知我知,店员都知道 那个人165cm高 店员就用他的认知 介绍了一部大马单车给他 那新手听完之后 当然要相信 就坐上去试试 但他搞了一轮后 终于被他踩到上去 但就有个问题 就是他下车的时候卡打 那新手就问那个店员 这样行不行啊 店员就跟他说 其实踩公路车是这么辛苦的啦 那新手不知头不知脑 就买了一部单车回去 这样一万几千呢 虽然就不是说多 又不是说少 但是买了回去就浪费时间 浪费钱 以我所知 现在应该就不会那么过分的了 但是呢 以前我听到这些案子都是不少的 所以每次我帮朋友买完单车之后呢 都觉得松了一口气 因为真的非常的困难 那今次YZ就是一个服务呢 帮大家找size 就不用交费 那就有我们这部模拟车了 那今次我们试size的这部模拟车 有什么特别呢 那这部模拟车其实呢 就是世界上首批可以用电动调节角度的模拟车 那所以你就可以踩上这部模拟车的时候呢 就不需要下车 就可以调校到不同的角度 那所以呢 你就可以在上面试齐了不同的 你心仪单车的车款 size的感觉啦 那这样呢 最紧要呢 就是买单车呢 就不需要交费 好 这位呢就是我们Rise的华哥了 那华哥呢 就会和我们讲解一下 size child的内容 还有呢 为什么车友要选择这个服务呢 那我们就交给华哥了 哈啰 大家好 我是Rise的阿华 当大家选择好单车的时候 心仪车盘 颜色 尺寸 会不重要呢 但是其实很多单车朋友 会有一个疑惑的 究竟哪个尺寸的单车架子 最适合自己呢 你们试想一下 买一件几十元的衣服 都会有机会可以上身 自画镜 看下不上身 更何况要画布高价值的单车 你又再想想 如果我给你一个不就手的keyboard 要你打一个充头机 你都要周身骨痛 如果用了尺寸 不适合自己的单车架 就会由人变成遷就这个设定 所以有机会会大大突兴身体受伤的可能性 Bice Trial 这个服务 就正正帮助你们可以达到以上的问题 这一架模拟车 可以模拟到大部分公路车尺寸的尺寸 可以随意调整尺寸 使用者感受到不同公路车款的气势感 在使用这个服务之前 我们需要车友给一些相关的资料 例如他的身高 跨高 天宽等等 当输入车友的资料之后 再输入到心仪车款的资料 车友可以开始尝试骑成的感觉 当车友开始骑成的时候 如果想调整尺寸 他其实是不需要下车的 因为其实这部是一部电动模擬车 当整个服务完成之后 我们会提供一个报告给车友 报告的资料 会有龙头 手把 和座位 高度等等 车友可以根据这个报告的资料 作为买车的参考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就可以来Rise来问一下 下次再见 拜拜